大家好,我是Rico,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在上一课的学习中呢 我们已经学会了从一个Activity中 怎么去获得它所属的这个Fragment 并且在Activity中拿到了Fragment 以及这个Fragment里面的成员变量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Fragment之间的通讯 第一个Activity访问Fragment我们搞定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第二个 那么反过来这个Fragment如何去访问 Activity中的这个空间以及成员变量呢 那么回到我们的那个Demo 好,我们Demo前面是勾选这个Checkbox 然后在Fragment里面的一个TextView里面 去反应你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结果 那现在我换一下 在这个Fragment里面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Button 这个Button按钮我点的时候 我想判断这个Activity的这个Checkbox是否选中还是不选中 所以这个就是反过来Fragment去访问Activity OK,那回到我们代码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Fragment里面的布局 TextView这个上一颗影音 这个里面的代码我们已经写了 今天要看一下这个 这地方有一个Button Button呢,然后这个有个ID 然后上面出现了一个字符 那么这个Button呢,是属 所属这个BottonFragment里面 这个View 它的FindView 可以获得什么呢 可以获得这个Fragment 它所属的UI的这些空间 那你现在其实就这个嘛 或者就应该这个Button 对吧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声明一下Button 那BTN 那么你这个叫 Judgment 这个我们把它声明一下 那View.FindViewById 这个关键代码 所以你这个就是BTN 好 等于View.D 好 好 我们把这个报导一下 OK 所以这句代码是什么呢 这个 这句代码就是 如何在一个Fragment中 去获取它的一个UI空间 如何 在一个 Fragment中 去获得 你的一个UI空间 这个写法 好 OK 那相当于这句话 就跟我们在Activity中 是类似的 OK 你有了这个Button 这个对象 那接着就是对它的一个操作 点击操作的时间板定 那么 可以在这个 BTN 这里面直接set on click listener 但是呢 我把这个事件不写在 on create view中 那因为on create view中是 加载这个Fragment的 视图 那你想一下 现在最好的一个写法是什么呢 我不会写在这儿 我应该写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应该写在哪个方法呢 我写在这个 好 我写在这个地方 on activity create 那么为什么我要写在这儿呢 因为你想一下 这个 你点击这个 这个Button的时候 其实你是要保证 这个Fragment里面的这个Button UI空间 和Activity中的这个checkbox空间 都 初始化 都OK了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在Fragment和Activity 都 创建好了以后 以后的调用 那么你在这儿里面写 更好一些 所以我在绑定的这个点击世界 我选这儿 set on click listener 然后 好 这是一个点击世界 监听 我们把这个包导上 好 也就是说在这地方 我点了这个Button 我要去判断 你这够没够 那你要判断它够没够 说白了 是不是你首先得拿到这个checkbox 所以这个就是在Fragment里面 如何去访问Activity 它 它所附着的Activity的空间 就怎么去获得的呢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在Fragment里面 都可以通过GetActivity 获得Activity的引用 然后呢 我们再去找这个FragmentViewById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来找到那个checkbox 这个我们在前一个例子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碰到过 好 chk marry 等一等 好 我们写一下 所以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是在一个Fragment中 去获得它附着的这个Activity空间的写法 对吧 那么你拿到了以后 这就好办了 如果这个checkedmarried 它不等于空 然后你来判断一下这个空间的选中状态 对吧 可以或者它的选中状态 好 如果它不等于空 好 好 这个因为在里面的 所以你要去写这个Final 那么想一下 我看写在 这儿 如果这个checkedmarried 它不等于空 那么 如果这个 它 is checked 如果它是被选中的 那说明什么呢 那说明这个checkbox是选中的 所以我给你打印句 对吧 getActivity 然后呢 这是文字描述 好 checkbox 选中 选中状态 然后后面我们来写 好 然后呢 另外一种情况 微选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写法 对不对 所以你获得checkbox 然后看它的选中状态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到底选没选中 所以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这儿报错 我们肯定有地方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 好 这地方有报错的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Android wrong time的一个错误 然后这儿也没有打印具体的信息 那这个根据你要根据平时的一个经验判断 像这种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的代码只动了这两个地方 对吧 我们只动了这个onCrateView和onActivityCrate这两个方法 那OK 你要想一下这个是哪个地方错呢 那么像这种 这个方法它是要去初始化 onActivity 好 好 我知道错什么地方 刚才我们在重写onActivityCrate的方法 它本身有一个负类的方法 是super 对吧 super这个掉的负类的这个onCrate的 onActivityCrate的方法 我把这个代码删掉 那么这个就错了 因为你重写这个方法 但是负类负类的方法还要保留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方法里面负类在做很多初始化的东西 你把这个删掉了以后 就造成了你这个 Activity这个程序的启动就错了 所以这个负类这个方法应该是保留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应该是这样 这个地方初始化一个view空间 这也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OK 我们再试一下 好 OK 这界面出来了 OK 我们现在点击一下这个button 好 这个地方是确实没有勾选 然后 再判断 选中了 对吧 未选中 OK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前面其实已经学过这个东西了 今天我们再把它统一过来 这个就在Fragment中 如何去获得它所属 所属Activity空间的一个写法 那么这个对比上一个Activity for Fragment 那么如果Fragment里面想获得Activity的成员变量 又怎么办呢 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这方式一样的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有一个成员变量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这个Grating 然后就写个Hello 还是公开它的这个Gate方法 Gate方法 好 现在我在Fragment里面要去获得这Grating的值 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 那么你GateActivity你都能拿到 然后我去点一下GateGrating 这没点出来 没点出来 那是因为你这个GateActivity 获得的是Activity对象 这个IndexActivity只是Activity类 所以这个呢 你要能点出它的这个东西 你要强转一下 IndexActivity 你看一下 这样我去点一下 好 大家看 这个 你不叫Gate吗 GateGate 那就这个值嘛 对吧 所以你要这样去写Stream Gate 就等于它 对吧 这个是在Fragment中去获得它附着的Activity的成员变量 OK 那这个东西我就加一个加一个 那就是Gate 加上这个对吧 然后呢 这一定要叫Final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来写一下 那你不是这样获得吗 好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好 先勾一下 Hello Checkbox选中 Hello Checkbox未选中 OK 这是能拿到的 好 所以今天这一课你学了以后 你至少就又会了 从Fragment中去获得Activity的空间和成员变量 也就是说Fragment去和Activity的通信 但是这个地方留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这样写法是不是是比较好的形式呢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 你这个Fragment现在是能这样去访问Activity 但是实际的时候不会这么写 这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我可以先回答你 这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让Fragment和Activity通信 这种 你是知道这可以这么去编码 但这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那为什么它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那么你所谓的好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我们在下集课里面来详细的讲解